无论孩子因为什么犯了错 妈妈都会给予无限的包容和关爱 法官妈妈就体现在对未成年人犯了罪 或者是犯了错以后的帮扶上 法官妈妈的力量完全就是爱 对青少年无私的爱让法官更有力量 正如母亲对儿女的付出 温柔无私且有力量 在审判台上他们有铁面判官的温重无私 审判台下又有母亲般的气质和温重 愿意用爱的温暖呼唤良知 法官妈妈就是有两个身份 一个身份就是法官 一个身份就是妈妈 但是这两个身份都是责任重大 首先他是一位法官 一定要给犯了错的未成年人 一个清醒的法律认知 给他恰如其凤的法律教育 其次是一位妈妈 要像妈妈一样去关心爱护这些孩子 不仅是从我们身上看到法律的正义 也能感受到母亲一般的温暖 法官和妈妈这两个词 本身有各自的指向和意义 法官意味着要守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妈妈意味着孩子的依赖和信任 当这两个词合在一起时 我认为这是一个大于双存责任的称谓 女子本弱 为母则刚 面对这些孩子的时候 我对这句话的体会和理解就更加深刻 这个时候的刚 就是一种作为法官的责任 我们现在做孝顺工作的法官还不多 我希望今后有更多的法官能担负起这个职责 在非常有限的接触的时间里 怎么样才能真正走进孩子的内心 让孩子能够敞开心扉 这是少年审判法官需要一直去探索的 当前我国少年审判还主要依附于刑法 刑事宗法等法律中关于少年司法的几条规定 使得法官在处理少年案件时 常常处于行与法的纠结之中难以抉择 其实咱们国家出台了家庭教育促听法 就是帮助我们的家长能够更好的用正确的方式去教育子女 但是现实当中有很多家长对于教育子女是缺乏正确的认知的 一直以来人民法院都高度重视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工作 不断完善机制推进未成年人审判改革 对未成年人犯罪我们要做到宽容但不纵容 除依法办理之外更要加强预防和矫制 未成年人犯罪的防治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 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和重视 需要家庭 学校 社会 齐抓共管 形成制度化 规范化的一个防治体系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不仅要从孩子抓起 其实更要从父母抓起 要做到关口前移 小的时候母亲就经常跟我讲 为人要善良 要偿怀感恩之心 不要做违法犯罪的事情 我的母亲就不善言辞 但她总是用言传身教的方式教育我 引导我 我母亲经常说 做人要善良 坚强 乐观 豁达 我觉得她就是这样的人 我的母亲是一个不实 任劳任怨的人 她的一生为家庭和孩子付出 从不起角个人合持 我的母亲作为一名妇产科医生 用她专业的知识和技术 凝聚着许多可爱的小生命 她几十年如一日 一直心心温柔地对待每一位小生命 我的母亲没有高山渊卜的学识 对法律也不是特别了解 但她有一份质朴的价值观 她教我做人做事 而用心而平良心 我印象里她遇到什么问题 都可以去乐观的心态去面对 总会想到很积极的一面 当我走上这个工作岗位的时候 我在给这些未成年人 讲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就会给他们讲 常怀感恩之心 不要内心有很多很多的怨恨 我的母亲她对我说 教育未成年人 是一个有利于下一代的好事 能法律守护未成年人 并在孩子心中种下法律的种子 我希望我能像她一样 在另一个领域 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能力 精心温柔地对待 每一位年轻的生命 她一直特别支持我的工作 知道我现在审理的是 少年家事案件的时候 她还特别地叮咕我 说咱们天津人 对家的观念看得很重 孩子又是一个家庭的希望 一定要把少年家事 审判工作做好 对得起手中的法锤 对得起每一个家庭 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姐姐现在上初中 弟弟刚刚上幼儿园 说起他们确实会有一些愧疚 会因为工作疏忽了对他们的陪伴 对工作我能做到尽职尽得 但对自己的孩子还是很愧疚的 很多他成长中的重要时刻 我都没有参与 我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分给自己的孩子的经历肯定会少 但是我会告诉我的女儿 妈妈从事的工作 是为了让更多像她一样的孩子 变得更加美好 虽然我将母爱也分给了那些特殊的孩子 但并没有影响我对儿子的爱 作为母亲 我深爱自己的孩子 但有时也会心有余而力不足 比如有时因为停省等工作安排 我没有办法去参加孩子的家长会的一些学校的活动 心里会有一丝愧疚 一个认真积极的工作态度 会给孩子一个正向的影响 给他一个榜样的力量 那么孩子在渐渐长大的过程当中 也会慢慢理解我的工作 知道它是很有意义的 作为少审法官的孩子 总有一天他会明白我的责任 会为母亲的付出感到骄傲 他们很理解我的工作 在他们的心目中 他们的妈妈是最好的妈妈 也是让他们引以为傲的妈妈